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公司常常要跟人家订合约 而合约的内容大同小异 只是人事实地物稍微改变一下 我可不可以把这些已经跟人家订过的合约 存成范本 下次要使用的时候 直接抓出来稍微改一改 套用就可以使用了 同样的,如果公会或协会 常常要开会员大会或理监事会 对象都一样 然后呢 开会的主旨说明场地 日期稍微变动一下 就可以发给所有的会员或理监事 那这些经验的传承 如果能够直接存成范本 到时候要写信的时候就很方便 不需要再去多动脑筋 直接抓出来稍微改一改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将邮件设成范本 把经验存成范本 可以的 如何使用呢 我们进入VitalCRM的行销邮件 会发现到目前你是在全部 就是你已经寄出去的信件 都会看得到 这些都发送完毕了 那如果你发现到其中一封信 假设我这封信 我点开 点它一下 这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复制 假设这个信的内容 大同小异 那我就复制 然后呢 存成范本 我存成范本之后 耳后我要套用这个范本的时候 我怎么套用呢 使用此范本 发送邮件 点一下 就出现这个范本的内容 你可以把人事实地物改一改 对象看要不要改 然后呢 就可以发送了 那我刚才存成范本 我现在先取消 我直接到行销邮件这里头 我到范本这边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一个范本啊 就是我刚才设定的范本 我点它一下 是不是这个范本就出现了 我可以使用此范本 发送邮件 也就说 这个邮件的内容 全部套出来了 你可以稍微的改一改 然后呢 就发送 甚至你改好之后 可以再存成范本 所以 我们很多的经验 发过的邮件 都可以把它存成范本 然后直接套用 所以公司里头的同仁 他的心血的结晶 发送的邮件 设成范本之后 相当也是经验的传承 供日后的同仁可以使用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 拜拜